头一个条件是 决定没有自私自己 决定没有明文力 我常常加的 16个字 没有贪图五于六成 没有贪嗔迟慢 这16个字能够做到的时候 四个人不容易 这16个字就是障碍 你有 你就有业障 佛来教你 多谢 如果这四个没有的时候 你业障没有了 你每天在电视机学也能成佛 你听光碟学也能成佛 不是不要 你天天依照经典学都能成就 没有不成就 所以首先要把自己的业障 灿除 灿除业障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孝勤 这本 孝勤什么 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时候 都是我的父母 你只晓得孝顺你的父母 不知道孝顺老人的时候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尊敬我的老师 凡是在学校教学的这些老师的时候 没有一个我尊敬 你才能如法了 我常常说了 这个在在国际上劝这些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 和平从哪里做起 从内心 我们内心一定要放弃 要放下 对一些人的对立 对一些事的对立 对一些万物的对立 有这个念头 你就没办法做和平工作 那么换句话 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不能欺负佛法 我说 你还有对立的念头 对立在佛法里面叫边界 然后 见惑里头的边界 你有身界 有边界 换句话说 华音间讲 初诸菩萨你没分 小陈徐头环 你们